大家好 我是嘉倩 很開心可以在青協這個平台 和大家分享一些聲學面試的資訊 當緊張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做 我自己其實都會有面對過這個情況 我自己有一個特別的方法 就是譬如我在等候室 除了開聲之外 可以有些手部動作 其實如果你把手緊握10至20秒 是出盡全力壓 然後再慢慢慢慢放鬆 你可以重複這個動作幾次 其實你的注意力就會去到肌肉上 而不會令你思想上那麼緊張 如果你真的說話都很緊張的時候 不妨你坦誠跟他說 其實我今天這個面試也有點緊張 希望你可以明白 你去見那個學科 你可以跟那個教授 不要純粹說你很喜歡入這一科 而是你舉一些生活法的例子 譬如是你可以跟他講一些你的夢想 譬如是你夢想是做一個成功的科學家 或者你夢想是做一個醫生 其實最重要的面試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是很全身的 因為被人感覺太過嚴肅 其實私紋的感覺是最重要的 好像我今天也特別 可能還有一個少許的例子 女生可以選一些上身衣服 是衣服質地的 黑色、白色、灰色 也不要太過花巧的衣服 下身就配襯一些吸塞的裙子 也是全身的感覺 不要太過花巧 接下來清澈會有一系列的升學支援 包括面試工房的模擬面試 還有有詳盡升學資訊的放磅功能 大家follow以下的Facebook和IG就會見到 如果你覺得緊張或者擔心 都可以打電話去輔導熱線關心一線 或者是WhatsApp去網上輔導服務Utouch 出發你的感受 還有我就會在放磅前一晚的打氣活動 開Live和大家見面 答應我 到時見 均勞 中央